我们来了二牧师,我自己来六月时, 在这段时间得着很多二牧师的教导, 在茶经那边我觉得很重要, 以前我茶经很注重致辞、上文校, 那些不是错的,我以前很注重, 很多时候可以做功课去茶经, 因为在教育里大力茶经, 做完之后好像做功课那样, 那些人就觉得好像跟他都没什么关系, 但现在我用了二牧师的发言神的茶经法, 我带领那些姊妹多注重神的圣情, 她的心意和她待人的态度, 这个改变和我们教会的茶经法是有些不同的, 不过这个改变令到我自己觉得, 那些姊妹的生命是有改变了, 以前是带着茶经, 现在就好像带她们改变价值观, 以前是将自己本身的价值观, 改变成神的价值观, 我自己觉得效果真的很好, 而且现在变成了, 现在变成了他们就茶经比我, 看神的性情方面, 他们更比我看神的爱方面, 跟他们的生命上都有很大的转变, 我只见到他们的转变, 我对我自己, 以前我对罪的看法就说, 其实我都知道, 好像拍脾气, 生气人, 这些都是罪的, 不过我觉得好像都很小事, 人之常情, 但我不知道原来在, 这些罪对我的破坏性是很大的, 阿易姆斯这边, 他就教育到我, 是要对罪的敏感性, 这个敏感性就令我很快的, 很清楚的, 就去有个罪的意念, 当我觉得是没有平安, 没有喜乐的时候, 我就知道这是罪的破坏性开始来了, 这件事就帮助到我自己的心, 可以整天留在平安喜乐里面, 对我自己的家庭里面, 好像和吴仪丽相处, 以前我很容易就会发猛疾, 我都觉得没问题, 因为他很危险, 所以我就会骂他, 但自从药司那样教导之后, 对罪的敏感性, 我就知道, 这个不单止是我的罪性发作, 还有我都知道是我需要去医治, 我很多本身自己原生家庭里面, 有很多种的伤害, 我以前就将它压低, 没有去理会, 这件事就教导了我, 对罪不但要敏感, 而且我们要去医治, 医治我们内心所上的创伤, 这是一个很大的得着, 让我知道, 靠我们自己解决不了, 真的要靠神的力量, 他有得性五部曲, 是吧, 我常常都在那抄的, 抄完又背, 我常常有多个提醒, 对自己, 我都将得性五部曲, 都会跟教的姐妹分享, 当然我不会讲得很清楚, 得性五部曲, 但我会在分享, 而言谈之间, 我都会用得性五部曲去跟人分享, 在神的爱那边, 以前我都知道神很爱我, 是我的, 圣经都有讲的, 我都相信的, 但在自己的生命内, 好像常常都卖不到, 自从在姚默书经历了圣灵之后, 我真的好深感受到神的爱, 不单止是, 即是同样知道, 在这个生活中, 都常常感受到, 即是个人懂得多了去感恩, 感恩之后, 又更加感受到神的爱, 你很相信经历了神的爱之后, 自己对人的爱就多了, 以前看大祖的时候, 看姐妹觉得, 哇, 那么多问题, 讲的都是这样的, 好像会有一种不耐烦, 包括对自己的子女都是这样, 现在经历了神的爱, 有时我一旦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, 我知道是因为我自己, 不懂得感恩, 我不知道, 神都无条件这样接纳我, 虽然我口头知道, 我脑子都知道, 但我无真的由心一边去相信, 神是无条件接纳我, 但是不愿跟自己说, 神都是无条件接纳你, 你为何可以追讨别人, 就好像神赏免了你几万两的钱, 你为了那十两都追讨别人, 所以令我自己都是一个解脱, 对人的错,对人的不好, 对自己不好, 包括对自己不好, 我都可以很容易放下来, 还有都很感恩, 在义慕书学道好歌, 德政部曲, 以前觉得罪很难搞, 经常跟自己说我不要犯罪, 我不要犯罪, 但我这样想, 我又要犯罪, 但现在去教导, 他叫我们享受神的爱, 我们看神的美善, 我们享受神的美善,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好, 而亲近, 我们就给神去改变, 因为神是很美善, 等于我们跟好的朋友, 好的朋友一起多些, 我们都给他的圣情去改变, 严慕书学教导, 让我特别因见祷告, 不断去享受神的爱, 享受神的美善, 我觉得我自己就不是靠自己去得胜, 我就可以真是看神的美善, 他那么好, 他那么好, 我经常跟着他, 我都会好些, 当然这些是我不断操练的, 如果我觉得有压力, 有忧虑, 我知道我跟神的关系也开始疏开, 这就是一个不断的提醒, 就让我常常可以留在平安气内, 只要我有少少不是的, 我就要知道, 你可以神了, 靠自己了, 所以我觉得阿勇书师的教导是很好的, 我将阿勇书师的乳屎, 是叉了我两次的, 各本间好, 是的, 我已经是叉了两次, 哪一本? 得胜, 得胜, 叉了两次, 是的, 我觉得是, 因为我记性不是那么好, 我提完一次, 我就要再做一次, 要叉一次, 不断将这些方法, 让我的生命去改变, 所以我是很感谢神的, 让我可以有那么好的对师。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, 我们如何经历到神的爱, 因为我从小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成长, 从小都学习耶稣的东西, 但可能是因为这样, 反而对信仰的认识, 就是限于在知识那里, 我真正地入到心里面, 那, 我记得是, 爸爸, 他在, 他在, 他在耳牧师那里去, 学习他的教导, 然后他回到家, 都来讲, 这个耳牧师的教导的帮助他, 那, 所以就, 继续, 都令到我去, 来到耳牧师那里, 那, 我记得他是, 记得他是, 彦牧师他帮我去, 去祈祷那时, 就即刻感受到一种平安, 因为那时在中学, 那时在中学, 都面对着一些, 对信仰的疑惑, 和对信仰都有很多的挑战, 所以在彦牧师那里, 就真正感受到神, 是真实的, 而且他真正地明白了这个信仰, 就是, 所以就是, 彦牧师那里可以很帮助到我, 还有, 这个真正的认识到神呢, 就是带领, 就是带领, 给到我有一个动力去, 更加地看圣经, 因为我以前, 都很少去看圣经的, 所以都给了我一个动力去帮助其他人, 祝福其他人, 也很感谢上帝他, 让我们一家认识到彦牧师, 谢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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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节目平安下, 是很感恩的, 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, 这两年, 真是一个神给我的奇妙的旅程, 那我以前呢, 我和大家分享, 多数都是, 分享我怎样经历神的大爱, 然后怎样, 可以得到医治, 释放, 好平安, 好喜乐, 但圣灵呢, 就告诉我, 圣灵呢, 就感动我, 告诉我, 这一个, 只是开始, 不是呢, 我经历了, 神的大爱之后, 就搞定了, 什么都不用做, 原来呢, 让我呢, 可以日日, 去, 饱赏呢, 神的爱, 好宝贵, 更加呢, 让我, 可以呢, 去学习了喔, 亲近, 信靠, 遵循, 而且呢, 我又明白到, 原来呢, 神在祂的儿女身上呢, 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, 而且是怎样呢, 是没有人呢, 或者任何的环境, 可以呢, 是破坏的喔, 所以, 在这段时间里面, 有很多的, 体会, 更加呢, 让我呢, 可以去到, 学习什么呢, 就是, 用神的, 价值观, 去呢, 代替世界的价值观, 但是这个, 这个情况呢, 到了一个, 瓶颈的位置, 很简单的, 我在小祖, 查经的时候, 当我提出一件事呢, 什麽是罪, 如果我觉得, 抱怨都是罪, 我如果, 不对, 一些那麽微小的罪呢, 都敏感的时候呢, 其实, 我是, 没有办法, 去, 知道罪的破坏性的, 我也是, 没有办法, 可以在, 圣经里面, 去, 尋求, 怎样去解决, 任何的罪, 所以, 我很清楚现在, 我就明白到, 很微小的罪, 我们要处理他, 明白到, 他那种的破坏性, 然后呢, 我就可以呢, 亲近耶稣, 可以呢, 藉着祷告, 敬拜, 赞美, 尤其是祷告, 恩典的祷告, 爱慕神的祷告, 要我真是, 可以, 因为日神的爱, 我可以呢, 去, 顺服, 神给到我的旨意, 圣经的教导, 很宝贵, 感恩呢, 就是, 神呢, 开了我的, 熟灵的眼睛, 其实很多东西, 我以前看不到的, 我在小组里面, 我看不到, 我的祖园呢, 他们有什么的问题, 但今天呢, 我看回到, 原来, 他们的生命里面, 有很多的受伤, 很多未处理的问题, 那圣灵就感动我, 我个别的, 我个别的, 是要去他们, 我不是教会他们, 我很想关心他们, 我很想他们都体会到, 神这份的爱, 原来呢, 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, 其实我们, 没有什么可以处理到, 首先我们真是, 要回到最初, 就去我们日日, 可以保得神的池内那里, 很感恩, 我们这个家庭呢, 是被建立, 神的主意就是, 要我们呢, 去祝福更多的人, 让他们的生命, 被建立之后呢, 也都祝福他们的家庭, 跟着呢, 就可以去祝福教会, 我们很感谢主啊, 也很感谢, 今天呢, 和大家分享, 也都盼望哦, 大家一样的, 可以, 在神的面前呢, 去立志, 我就这样立志的, 我说呢, 神啊, 我的生命都属于你的, 我们的家庭都属于你的, 你想怎样用呢, 就怎样去用呢, 这样的主, 让我们的家庭, 一项子, 一项子, 你都想来说, 我们的家庭, 我们的家庭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